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越是多伦多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一道美味的家常菜 广式番茄煮牛肉 首先,让我们看看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 新鲜牛肉、番茄、姜、葱和大蒜 请先提前准备好这些食材 我们的广式美食之旅马上就开始了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Cantonese Impranto 越是多伦多 越是多伦多 现在,我们开始切牛肉片 根据牛肉的横纹,如图摆放 然后把横纹切断,切成肉片 这样可以增加口感和咀嚼感 看起来不错吧 我这次选择了在Costco购买的牛肉 它既分量十足,而且价格实惠 接下来,我们要给切好的牛肉片调味了 加入少许油,小许的盐,小许的糖 加点姜片,去掉牛肉的腥味 再来一点玉米粉 加一个半茶匙的酱油 加入一点清水 别忘了把它们搅拌一下 让它们充分融合在一起 好了,现在我们把腌制好的牛肉片放在一旁 让它们休息半个小时左右 现在到了洗番茄的时间了 把番茄冲洗干净 然后将洗干净的番茄 对半切开 去掉番茄剔 还有就是切去中间白色的部分 接下来,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并且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是准备佐料的时间了 把姜切成姜片 葱切成颗粒状 蒜头用刀拍一下 轻松脱掉蒜皮 这样既能让味道更容易散发 也方便使用 前期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可以开始下锅烧菜啦 先把锅加热 加上小许的油 再把姜蒜放进锅里进行翻炒 让姜蒜的味道渗进油里 更容易让肉吸收 把切好的番茄倒进锅里 加小许的水 加上适量的盐 这个时候 要用锅铲翻炒一下 盖上锅盖 把火力改成中度 大概五分钟左右 打开锅盖 当你看到番茄变软身时 用锅铲轻轻压一下番茄 使其变成泥状 这样经过压烂的番茄会更加入味 把火力调成最大 把牛肉 锅放在番茄上面 切记不要搅拌 盖上锅盖 煮两分钟让牛肉半熟状态 先开锅盖进行翻炒两分钟 让番茄和牛肉混合在一起 现在将准备好的葱花放入锅中 添加上一汤匙拌的酱油 提提鲜味 搅拌均匀后 一分美味的番茄牛肉做好啦 可以上菜了 浓郁的番茄与嫩滑的牛肉完美融合 形成一道美味的家常菜 我喜欢用番茄牛肉菜拌饭吃 粒粒米饭都沾满了香甜的酱汁 酸酸甜甜的十分开胃 这道广式番茄牛肉 制作简单 营养丰富 我保证 一旦你品尝过它 你会爱上它的美味 无法忘怀 好啦 广式番茄牛肉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广东人在多伦多的生活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点击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个视频的更新 我将持续分享关于多伦多的生活和乐趣 让大家看到不同的多伦多 期待与你们一起探索这座城市的魅力